走了這麼久,真的很累 所以可以來茶茶 你知道全世界第一杯咖啡是哪裡來的嗎 沒錯, 就是阿拉伯咖啡 阿拉伯咖啡有什麼特別的呢 其實這種阿拉伯咖啡 喝起來不太苦, 是帶點酸酸的 這個咖啡的顏色其實看起來很淡 有點像水 而且上面還有渣渣 就是豆蔻粉在上面 其實跟一般的美式咖啡最大的不同 就是多了豆蔻味 這些阿拉伯咖啡 其實平時他們在這裡迎接客人 都會拿出來的, 讓阿拉伯人喝 他們的甜品就是這個 在UAE裡面一定要吃的 這個叫做Dakimaj 這個真的是波波氧的炸甜甜圈 再加上很厚一層的糖漿 最上面其實加了一些是芝麻 這些就是他們平時下午茶會吃的東西 但如果是不喜歡喝咖啡的人 那他們下午茶喝什麼呢 這一杯其實叫做Airan Airan不僅是阿拉伯 或者土耳其地區都有 它是鹹的酸奶 Airan其實在夏天是很受歡迎的 因為在超級市場你也能買得到 而且它有加上薄荷 所以你再喝起來覺得很清涼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他們很重要的 Tamr椰棗 這種椰棗可以保存一年、兩年 都可以沒問題 旁邊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他們的Tajina 是芝麻醬 加了芝麻醬, 其實降低了它的甜度 我自己最喜歡的搭配是 阿拉伯咖啡, 再加Tamr 因為我覺得阿拉伯咖啡是很好喝的 而且它不會特別苦 因為我不喜歡喝苦咖啡 另外, 芝麻醬我是很喜歡的 不過我覺得其實不需要加芝麻醬 它單吃也是很好吃的 看看這一頓夏母茶 就發現除了這個褲子看起來 比較不太健康之外 其他都是很健康、很養生的 你看, 這個也是酸奶 加上薄荷, 現在有Tamrong 這個也是草藥咖啡 我也不知道原來阿拉伯人 是這麼養生的 喝完咖啡, 吃完養生夏五茶 是時候出街逛逛, 消耗熱量